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过程中施工团队要在鸟巢一个十米深的地舱中完成一万一千五百多台套设备的安装 仅用钢量就超过五千吨 创下国内舞台演出系统之最 如此庞大的建设规模给技术团队带来不小的挑战 当时的工作量我们排计划的时候拍得非常细 基本上聚集到天了 但是整体坐下来以后发现还是非常紧张 当时整个满场的时候 雕车最多的时候应该有十多辆雕车在这儿 同时作业 今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不再采用人海战术 而是融入更多科技元素 因此舞台上的技术装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中最炫的就是用于五环呈现的兵力方 那么在偌大的舞台中央 重达四百吨的兵力方是如何升上地面的 碎兵的效果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大家看到在我身边 兵力方的装置正在缓缓地升起 这个装置呢 它有二十二米长 七米宽 而奥运五环就藏在它的中间 当它上升到离地面十米高度的时候 空中的威亚就会迅速下降 和它中间隐藏的奥运五环相连接 这个时候兵力方的装置 就会迅速地沉降到舞台下面 让它中间隐藏的奥运五环出现在我们眼前 并且随着威亚上升到空中 兵力方是通过一套复杂的升降和折叠机构升上舞台 在上升过程中 要将隐藏在中间的奥运五环 顺利送到空中与威亚对接 兵力方的动作需要和现场灯光 视频和音乐完美配合 这就对定位和时间的精度提出了超高要求 把我们航天系统工程的一些技术和方法 首次应用到这种大型的舞台演出 和重大的演出工程里面去 这样的话目前呢 我们三百多吨的这个兵力方 在升起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定位精度啊 能够达到一毫米 然后时间上面起码能够达到 在0.1秒的这么一个精度 要实现各个装置间的完美配合 还少不了背后的精细操作 而这玄机就藏在舞台下面的地仓里 这里是舞台的地下一层 现在鸟巢就在我的头顶上 大家看在我身边 就是我们刚刚在舞台上面看到的 兵力方的装置 它就是从这里升上舞台的 这里是舞台地下的总控室 它是地面舞台系统指挥中心 可以说是舞台的大脑 刚刚我们在上面看到的 不管是兵力方的上升 五环的上升 还是碎兵的效果 每一个动作都是从这里发出指令 在这里呢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双岗位的一个备份 来保证我们的执行操作准确无误 此外 总控室里还设有双供电双拨控系统 一旦其中一个系统出现故障 备份系统可以实现无延时切换 如今开幕式上的完美呈现 离不开技术团队一年多来 绣花针般的方案打磨 大概经过了数十轮吧 二十多轮 这么反复的迭代 从2020年的大概六七月份 我们开始做这个实验 一直到2021年的十月份 基本上达到一个 就是大家觉得比较满意的 这么一个效果了